有关民众与媒体反映 前证区百货高楼层餐厅 发现有老鼠 设食品安全卫生预律 卫生局经派员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查查 现场未见老鼠等并没踪迹 查作业场所定期委外合格并没防治业者 执行相关作业 为业者表示 9月17日已捕获老鼠并实施公共环境消毒 依据高楼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 第8条即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47条第6款规定财拔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拔还 另针对餐饮作业地板湿滑 有米粒、落成、烤箱、烤网污垢等多项缺失 令业者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将依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8条第一项 及第44条第一项规定 财罚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还 卫生局呼吁 餐饮业者应设置有项防止并没侵入之设施 并餐饮业者均应落实防守三部措施 不让属来、不让属吃、不让属住 除以也应该妥善处理加盖 落实环境整顿,避免资深属煤 并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加强作业场所、设施设备及从业人员卫生 以维护消费者食的安全 推广 favour 展示 优优独播剧